- 闖門而出 藏家特派員帶你闖現場找真相 今天直擊哪邊呢 就是台北監獄新建的至善大樓的牢房區了 你可以看到嗎 首先 新建的牢房這個鐵門十分厚重 再過來看 你看它的厚度足足是達到了5公分左右的厚度 十分的堅實 敲也敲不碰 而且還不容易發出噪音 而進來看 這裡是新建的八人房的收容室 收容人未來必須要在這邊來服刑 但過去有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台北監獄的空間真的是不夠 但現在法務部說了一人一床的原則 因為過去收容人想要這樣子安穩的躺在床上 把兩腳伸直 而且睡覺的時候他想要往左來翻身 或者是往右邊來翻身都是十分困難的 因為在所謂的大通鋪之下 讓一翻身可能會影響隔壁收容人 他的情緒以及他的睡眠 所以就會引發一些打架的事件 但現在八人房 每個人都有一張不鏽鋼的鐵床 可以說是新的所謂的法務部的德政 但現在你可以看到 過去洗澡 這個浴室當然是沒有門的 但過去洗澡的時候必須要用鋼杯來搖水 現在則是有這個蓮蓬頭 看到了嗎 這蓮蓬頭未來是冬天有熱水 夏天有冷水 這至少洗洗澡來之後 會讓收容人的情緒相對緩和 而這個馬桶則是不鏽鋼製造的 過去曾經發生 這個所謂不鏽鋼的馬桶 並不是這樣做的 而是磁磚 一被敲破之後拿起碎片 很有可能在牢房裡面 發生傷人的事件 而當然啦 這牢房裡面的所謂的馬桶 並沒有所謂的抽水 因此必須要靠收容人 這樣子一桶一桶的把自己所謂的上完廁所的髒物 把它往下面衝 這裡要告訴你 未來英國富商林克穎 如果說真的被引渡回台來服刑的話 住的很有可能就是這個至善大樓新的空間了 而這裡一般其他的牢房 包括台中啊 還有所謂的台北監獄這邊啊 超收收容人可以來這邊來進行收容嗎 答案是必須要品德良好才行的 再看一次 八人房的空間十分的寬敞 每個收容人至少0.7坪的空間 而且呢 還能夠有這個不鏽鋼的這個書桌呢 讓大家在那邊聊天或是吃東西 在過去的牢房裡頭呢 相對呢都是不可能的 以台北監獄來講呢 至少超收了一千多人以上 而整個壽型人收容人呢 他被帶到監獄裡頭之後呢 他又是怎樣被新收管理呢 我們也帶您到另外一個地方來直擊 走吧 不好意思 我今天是7103 我犯得錯了 我現在來這邊報到 請問你是型號多少 我是7103 7103 那那個姓名呢 姓名是朱顯明 好 身上有沒有貴重物品 身上也就只有西裝一套 西裝一套拿下來 先脫下來 脫下來之後 好 沒有貴重物品 那儘管就不讓你 不讓你簽這個貴重物品的保管單 那都要檢查哪些地方 比如說我現在是這邊 我這樣只要檢查 嘴巴 是不是 鼻孔拍到哪邊 耳朵呢 耳朵 對 兩邊耳朵看看 我們會看看有沒有塞東西 然後鼻子嘴巴 也是要把它翻 把嘴巴張開 然後開開的時候 有沒有塞東西 是 那當然呢 愛於電視尺度 現在在這邊 我是收容人的話 我現在要全身脫光光了 包括含了下半身 而且 身上每個口洞都要檢查 對不對 沒錯 跟電影演的一模一樣 好 過來之後 7103 主管你好 不好意思 我是1號7103 我來報道了 現在要拍照啊 來7103這邊 這邊 這邊 好 這個是口卡 對 拿了點口卡 這邊是你的名字 7103 好 放上去之後 朱顯平 沒錯 你看到嗎 跟第五場景一模一樣 我的背後這邊是身高 接下來我們必須要先拍正面嗎 對 先拍正面 先拍正面 請繼續看著鏡頭 拍正面 好 咖啡開了以後 接下來 拍側面 正面 好 這個是左邊 然後拍右邊 好 拍右邊 好 在你出現之後 我們才有辦法確定你是一個同學 你是進來的人 所以你會不會有做到一個 所以說 只會是要掌握我的長相 對 你進來跟出去的長相 可能長得是我覺得不一樣的 有可能有人會冒名啊 冒名出現啊 有可能冒名 所以我們會有這樣的狀況 其實就是要確定你的身份 跟你的長相 一張以後 做日後出現的時候 做一個身份的合對 所以呢 包含了這個身高 幫我們能不能要 要拍正面 而且還要拍左邊 而且還要拍右邊 然後三邊全部都拍下 裡面 那就要確保 不會有人頂替這個所謂的坐牢 而今天帶你來直擊 這個北京裡頭的 真正的這個新收以及牢房的狀況 今天 今天會有真相